今天我要送给大家的是单一最独特的秘鲁风味咖啡 哈喽大家好我是达琳 今天我要为大家煮的这一只豆子是秘鲁哈恩神的帕奇种 是一只日晒豆 那在生豆的时候呢就可以闻到它有蜂蜜的香甜干气 我要用红锡式的煮法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蜜炉的豆子 因为经济体的关系 所以才让它的豆子没有像其他品种的豆子这么的红 不过呢蜜炉的豆子最棒的特点就是 我们第三波精品咖啡要推的 单一品种 好的庄园 浅的烘焙 今天呢我就把豆子烘的比较浅一点点是极浅焙 非常非常新鲜的豆子 烘焙第五天我们拿来煮 我们可以闻一下它的干香 有葡萄干 有葡萄 有蓝莓的味道 湿香呢就可以闻到 有九字樱桃的感觉 喝起来非常的扎实 香芝士 蜜乳的豆子非常的平易近人 除了猴夕的煮法之外呢 我很多朋友也都會用手沖的方式 都可以沖出它非常獨特的味道 現在我就一邊喝覺得 這個早晨非常的幸福 從乾香的藍莓味到葡萄甘味 到石香的酒汁櫻桃喝下去 最後回饋給你的是白香果芒果的味道 蜜乳的咖啡都真的有一種 讓你覺得很醇厚很strong的感覺 喝完整天就覺得神清氣爽 接下來呢這是一個蜜乳創意咖啡的比賽 比如說我會用七葉蘭的水來煮它 那就多了一個葉子的香氣 或者是加入蜜乳最紅最紅的Pisco酒 相信應該很多人下班都想要來一杯 想喝咖啡又想喝酒的時候 就把Pisco酒加上去 但是呢我今天參加比賽的影片 我想要用最單純的味道 也就是蜜乳的原味咖啡 就是第三波精品咖啡推崇的 我們吃東西要吃原味喝咖啡 當然也要喝到產區的味道囉 把我最喜歡的蜜乳咖啡介紹給大家 希望你們喜歡喔 記得要投票給我 決賽見掰掰 最單一的最簡單的東西 其實就是最美好的東西